2022年财政预算案将在10月29号出台 有鉴于我国的疫情已经趋向稳定 因此这份裁案预料是为迈入地方性流行病阶段做好准备 政府会如何调动资金备受关注 大部分民众坦言对目前的经济复苏进度感到悲观 希望政府能在来临的裁案中把钱花在刀口上 让任何人都能从中受惠 2022年是我国疫情复苏的关键年 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肩负的重大任务 就是要帮助全民走出疫情经济泥沼 本台记者今天走访吉隆坡市中心时 发现不少酒店、商店和食肆都抵不住疫情洪流 中途退场 留下的商家重新开门做生意 但是不少人都申诉 尽管雪龙区已经迈入国家复苏计划第四阶段 但暂时还看不到经济复苏的成效 希望政府即将出台的裁案 能够关注小商家的生计 尽管政府已经全面开放经济 不过市场还没有从疫情中完全复苏 受访者都认为来临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需要给经济注入强心针 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经济复苏 说老实说我们没有什么清楚 在一方面我们不识字 我们申请的那些手续也比较好 不过如果你说它要津贴给我们 是的 经济领域全面启动 各行各业也开始复工 但去年在大流行中被减薪 甚至是丢饭碗的职员 现在都还没重新投入职场 有的大学毕业生 更是面对毕业就是失业的困境 希望一定是减低税收 尤其是个人税收 还有政府能够给多一点的津贴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员工 是面对被减薪的问题 我们希望政府能给津贴多一点 我们就不用说到减薪 那么我们就负担就没有那么重 即使他是一个PhD holder 就找不到适合他的工 尤其是薪水方面 他们那里老板就会讲 叫我请Fresh Graduate 好过请你用 所以当你讲要这样 给Opina on 预算案 我也不清楚 因为讲真我不觉得 真的有帮到应该帮助的人 就是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之前拿到的了 财中部部长东姑扎夫鲁 将在10月29号提成裁案 他曾经预告 明年度的财中预算案 将侧重于恢复国家能力和改革催化 他也重申 这份预算案将会专注于数码议程 让更多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 能够参与其中 马新社电视实习记者汤嘉欣采访报道